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各健康 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教教蟹黄烧麦 邀请到的是一位 看起来很年轻的大师 阿贤老师 嗨 司律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贤好 阿贤好 所以你是做港式 对 做港式的 然后 老师一个人 其实有很多的角色对不对 当然在这里是教老师 录影的老师 也在学校教书 有有有 对 然后呢 还有 还要经营餐厅 对 餐厅还要好几种 几种 两种 两种 一个海鲜 一个青石 所以你看 符合大家的需求 那今天呢 老师把 餐厅里面的料理 把它放到节目上来 要教我们的是蟹黄烧麦 蟹黄烧麦 对 蟹黄烧麦一般是我们去 那个港式饮茶 一定会点的 一定会点的 我自己本身也很爱吃 一笼大概三个或四个 三个四个 对 没有错 他一份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很豪迈 就直接给你一大笼 不是一小笼 对 今天就吃开心一点 对 好 那怎么做呢 好 主要咧 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的馅料会先用一个 基本的一个烧麦底 我就用糙米来做泰蒂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烧麦底 就煮好的糙米 对 煮好的糙米 对 待会我们来打一个馅 好 那我们先来备我们的料理 那一般的那个荤食 它那个是宜姜还是什么 一般的话那个是猪肉 猪的后腿肉 对 猪的后腿肉没有错 所以老师你今天是用糙米耶 对 我的底用糙米 对 来做一个取代 那香菇是先泡水 对 香菇泡水之后把它泡软 对 那我们那个香菇水也不要倒掉 待会我们就把它加在那个糙米里面 做我们的一个底 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 一般我们在泡过的香菇 通常我们要来做料理的时候 很多老师会叫我们说要把水挤干 其实我觉得不用耶 如果是看你是哪一种香菇 像我们这种干香菇的话 是看你是要做在什么料理里面 但因为我们那个米饭是干的 它会吸水 对 所以其实就不用做挤干的这个动作 所以观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 我们的习惯好像是这样 就泡过的香菇你要拿来切的时候 我们会先把它就是压干 对 可是今天是不用的 对 因为待会那个糙米会吸我们的香菇水 是是是 对 然后 这是第一次看到不用把它压干 对 必起 但如果说像我们如果正常是做 是猪肉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挤干 稍微做一个挤干的动作 对 所以不一样的食材的搭配 其实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做法 对 没有错 然后我们的碧琪 增加一些口感 对 碧琪一般在市场有一些人就是会买直接销好的 对 对 现在是销好的比较多 对 比较多 但它比较不耐放 嗯嗯嗯嗯 好 那接着我们来打我们的烧麦馅 所以很难的都准备好了 对 像我们这个糙米就事先先泡过水 然后再去蒸它 对 把它蒸熟 所以就跟煮饭一样吗 对 很简单很简单 对 那我们今天就用一个我们的调理机来做 我们的料理 所以这个饭差不多应该是一碗饭左右 这里哦 这里差不多是80公克 那煮起来就差不多是这样的量 对 那大概可以做8到10颗吧 这样才8到10颗哦 对 好 所以切好的香菇也要进去了 香菇丁 对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技巧上面最难 大概就是切香菇跟切碧琪 对不对 对 煮饭其实也是一个蛮难的一个学问 有吗 有很难吗 对 对 不能煮太湿 不能煮太湿 那像糙米的做法一般就是 比如说一般白米是1比1嘛 对 那这个糙米呢 像我这个糙米的话 我是事先我先泡过了20分钟的水 我泡了20分钟的水 然后再给它煮大概20分钟这样 那水分的话我们比例的话就是 如果泡20分钟的水之后 我就用大概一截手指头 一截手指头的多的水 再去再去做测试 就好了 对 所以一般有时候 大概是1比1.2 1比1.2 所以有时候我们洗米的时候 很多人是会直接手掌下去 是 对 然后就是淹过手掌大概一半 这也可以 对对对对 就差不多是这样 这个也可以 对 然后我们的毛豆仁进来了 那我们来做一个调味的动作 调味是重点喔 大家要注意看一下喔 那我们 这是 树蚝油 其实我个人也蛮喜欢树蚝油的耶 其实它有一种甘甜的香味 它有甘甜的香味 然后它不死咸 对 那我们的香菇水 这就是刚刚的那个香菇水 对我们泡香菇的香菇水 我们就给它进来 那香菇就是干香菇有分好几种 有一种是那种像有点像花菇 对花菇也有 它那个纹路不一样 对那跟这种一般的就是像普里香菇 这两种 香气不同 然后它的厚度也不同 对像花菇的话 它的肉的质地会比较厚一点 对 所以两种都可以 两种都可以 对 但如果说用花菇的话 那香气又更足又不一样 是 然后我们做了 对 搅拌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目的其实是 把它再打得更碎 对 再打得更碎 那如果这样子 包水饺这样弄就很方便了 对 包水饺 包饺子 这个都很方便 看一下 可能再 可能需要再细一点 所以现在其实家里很多人也都有很多的调理机啊 火汁机啊 对这个很方便 你要拿来打冰沙啊 都可以 切东西都可以 所以刚刚的香菇其实它有一点水分 那你真的是会把它吸进去 对对 糟米灰烯 所以像这样子要包在那个烧麦里面的这个糟米 我们饭是要煮软一点还是要煮硬一点 其实因为我们还会再回蒸 其实我觉得刚刚好就好 但我们事先其实要先泡米的动作 要做好 所以泡20分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没有错 然后我们就大概看 它大概就是有一点 有点像 有点黏性 有一点黏性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包烧麦的一个动作 对对对 然后我们把它倒出来 现在那个香菇虽然戴着口罩 那个香菇的味道还真香 对 因为它那个还有放了香菇水 对 会让它的那个味道 会香气会比较丰富一点 可是我刚刚看到老师 调味其实就一点点蚝油而已 对 其实我们用一点蚝油 去做一个调味的动作 待会我们还有 我们直接吃的话 我们还可以沾一点酱油 如果说不够咸的话 对对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现在其实蛮多人都喜欢吃食物的原味 然后就是那个调味量不要太重 对对对对 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在家里做东西的那种就是乐趣 对没有错 对 那就是变成说偶尔其实我们去餐厅吃一点就是 师傅做出来或者是老师做出来一些不一样 我们在家里做不到的 好 然后我们的馅料 大概是这个黏性就可以了 哦 那个毛豆仁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对 它有一点它有一点颜色 它有一点颜色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的糖 放糖啊 放一点点糖 哦 对 然后胡椒粉 我刚以为那个是盐 哦 那是糖 那是糖 对对对 然后我们做一个搅拌的动作 所以你看这里面我们糙米其实会饱的 然后呢 它有很多的矿物质 还有就是毛豆仁其实它是蛋白质 对 那糙米它还有配啊 酵素啊 都还不错 对身体还蛮健康的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包我们的烧麦 这个皮是 这个皮的话像如果说 这个就是烧麦皮 所以不是一般的水饺皮 不是不是 也不是混沌皮 不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它的材质 就质地不一样 也是面粉 也是面粉 对 但是它的话 它的皮会比较薄一点 它的皮比较薄 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在市场 除非你要特别跟它order 不然它一般 好像我比较不会看到 对 但是你可能要有一个量 可能比如说一次要 可能要有三斤啊 还是 对 它才会帮你特别的制作 这样 因为它机器可能在滚动的那个厚薄度 它要抓一下 对对对对对 那你去一般市场 它们有字面的那一种 你稍微跟它讲一下 它通常都会 可是就是量要多 对 就是你的量 对 像一般那种水饺一袋 这样子是一斤吗 一斤 对 它通常一斤有的是40片 40张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50张 每个厚度不一样 是 所以你跟它说要烧麦皮 其实它就会做这样的给你 对对 然后黄色啊 还有另外一种是白色的 对 对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烧麦都是黄的 对 黄的比较多 但传统的像台式的那种 它们也有白色的 对 所以老师你看 你这样子就是直接把它 线先填在底部 然后放在虎口这边 放在虎口这边 然后我就做一个塑形的动作这样 对 然后慢慢压 好像比水饺简单一点点 就是我在看 其实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 对对对 因为你就不用把它捏起来嘛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压紧 但主要就是要把它压密一点 我们要压密一点 对 那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会比较 对 通常大部分烧麦都是 感觉就是比较扎实 对 就比较扎实的感觉这样 对 然后我们这边就做个六个 所以你看皮是黄色 然后上面有点那个黑色香菇 跟那个毛豆仁的绿色 对 其实看起来蛮漂亮的 没有错 没有错 然后我们接着来制作我们的蟹黄 来做一个点缀的动作 蟹黄其实就是红萝卜泥 对 红萝卜泥 我们来做个蟹黄 所以这个对不太爱吃红萝卜的小朋友 用这一招就很好 对啊 而且这个也是蛮健康的一个食材 老师你刮出来的东西是在后面 对 它就有点像 那个鱼籽有没有 对 虾卵 虾卵 对 这个拿来哄骗小孩还蛮好的 不错 对 它一定猜不出来 而且其实它蒸过之后就没什么味道 对 其实红萝卜弄熟了大部分没有什么味道 可是有的小朋友就是不爱 对 把它点缀在中间 对 看起来就漂亮多了 对 这个其实如果做我们在家里准备好 然后像有很多人喜欢露营 就是到外面去露营 带小朋友到全家到外面去露营 其实这个把它带出去其实也非常棒 对啊 而且这颜色颜色也有了 对 健康也健康又吃得饱 对 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很好拿 没有错 非常好 然后我们来进我们的蒸卜 直接蒸 直接蒸就可以了 大概要蒸多久 这个大概蒸 因为我们那个糙米已经是事先先煮过了 我们大概蒸10分钟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皮要熟 对 然后加热我们的糙米 然后我们做一个蒸的动作 好 所以我们让它蒸个10分钟 10分钟 好 10分钟好喽 很快耶 对 其实一下就好了 对 好 可能下面的水要放多很多 因为有时候10分钟你没注意 那个火是大火 它可能下面就会干掉 对 没有错 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事 所以要把经验告诉大家 有可能不注意那个锅子就烧破掉 对 对 老师你这样子做它还不会塌 你看它整个还是直挺挺的 对 其实是它 所以你要压得紧一点 对 给它紧实然后比较密 对 它就不会乱跑 所以你看这样子一融下来 可以有六个 所以我们这个是叫蟹黄烧麦 蟹黄烧麦 对 没有错 上菜咯 蟹黄烧麦 对 这个是港式必点 我想没有一桌会不点这个 一定都会点到这个 对 只点一份还是两份还是三份 我自己也很爱吃 对 那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一个人 至少会吃一份 这是他们的最爱 这是他们最爱 对 可是我自己坦白讲 我个人没有太喜欢烧麦 就像可能我刚刚才知道 原来你在港式点心里面的烧麦 它里面其实是猪肉 对 是猪肉 所以可能我就一直觉得 那个有一点油腻的味道 那刚刚我有试试一下 有试试一下 阿显老师做的这个就是蟹黄烧麦 对 老师用的是糙米 用糙米 那个感觉吃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口感 然后还有就是最主要是皮 大家都知道烧麦的皮型 它是有一点点嚼劲的 对 它有点嚼劲 对 然后吃起来你在咬的当中 我觉得是让人家觉得有清爽不油腻的感觉 因为你会咬到一点点那个蜜奇的 蜜奇的一个口感 对 然后脆度 都被你弄成这么碎 居然还可以吃到有一点那个口感 对 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 太厉害 那还有一个香菇 香菇 香菇对 它有一个香味 对 味道最重的就是那个香菇 就是你不管是拿来闻 或者是你嘴巴一直咀嚼之后 那个香菇的味道就是非常棒 对 没有错 所以老师刚刚讲说 如果你要让香味更棒 花菇可能又更棒 花菇的香气会再更足一点 对 然后它的肉又更厚 对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 就是干香菇下去泡 已经可以达到这个层次了 对 已经非常棒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 虽然很喜欢吃烧麦 可是又怕那个猪肉的味道 其实换一下那个阿贤老师 推荐的这个配方 对 非常的棒 而且感觉包起来很简单 老师就随便捏一捏就有 而且吃起来又很健康 对 又有饱足感 对 非常棒